经济术部部长兼公正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入院动手术 阿兹敏的女儿法拉在推特指出 首相夫人敦·希蒂哈斯玛 亲自到医院探访刚动完手术的阿兹敏 法拉说一张照片描绘了千言万语 希蒂哈斯玛在父亲首饰之后前来探望 这让父亲沐浴在他的关爱下精神振奋 照片上可以看到希蒂哈斯玛坐在病床边 手搭在躺在病床上的阿兹敏手上 既慈祥又亲切 法拉还说他的父亲阿兹敏已在康复中 且迫不及待回返工作岗位 但是法拉没有提到父亲究竟是动什么手术 即在哪一家医院接受治疗